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行尸走肉》第八季的第十三至十五集剧情解说 上回故事中说到,尼根亲自带队前往山顶寨,准备利用丧尸内脏让一小部分人感染病毒,以达到威慑马迹的作用 途中尼根遭瑞克袭击后脱离旧式军车队,好不容易从瑞克手上逃脱,却落入简迪斯之手 一直想篡位的西蒙放弃寻找尼根,转而违背尼根本应,准备攻打山顶寨,将寨子里的人赶尽杀绝 明迪生在各大绍岗之间传递开来,这代表旧式军正在不断逼近 山顶寨里的所有人严正以待,年幼的亨利也想参战,但被以细节和卡罗尔拒绝 让他待在屋子里保护其他人,随后二人在围墙后布置好人手 医务室中西迪克也做好了随时救治伤员的准备 夜幕降临后,救治军车队抵达山顶寨围墙外 马基通过退讲机要求与尼根进行对话 然而传来的却是西蒙的声音,他叫嚣着要让山顶寨付出沉重代价 马基表示,自己手上还有38个救治军战俘,只要西蒙撤兵就留他们一命 说完还让其中一名战俘与西蒙对话 想不到的是,西蒙根本不关心战俘们的死活,双方谈判已失败告终 西蒙下令进攻山顶寨,目的不是让他们感染病毒 而是要杀光他们 德怀特劝告西蒙,这不是尼根想要的 如果他还活着,就不好交差了 但西蒙自认为大权在握,根本听不进去 就在这时,不远处驶来一辆摩托车 达利尔在车上朝着救治军不停射击 与此同时,窄门大开,好让达利尔进入 见状西蒙大喜,准备开车攻进去 但马基早有准备,一辆校车出现拦住去路 随后山顶站内枪身大作,子弹如雨点般射向大门位置 虽然西蒙一时间乱了阵脚,但很快他便冷静下来 让手下射出带有丧尸病毒的弩箭 马基赶紧让人将站在身后的战俘们安置到办公室 自己则不停观望,但始终没发现尼根的踪影 情况不容乐观,马基让前线负责掩护 亮望台上的人员撤离,可惜伤亡在所难免 西蒙与德华特发现塔拉孤山一人 在角落里对抗救治军,打算背后偷袭 这一幕恰好被达里尔看见,立刻提醒塔拉 但还是没来得及 眼看西蒙就要朝塔拉开枪 德华特抢先一步放箭射中了他 因为他知道要是西蒙动手,塔拉必死无疑 面对达里尔的子弹,西蒙与德华特赶紧撤离 等所有人撤离后,马基下令切断电源 整个山顶站陷入一片漆黑 刚才还是枪林弹雨的战场 转瞬就变成死一般的季节 自以为是的西蒙认为马基等人已经没有反抗能力 便带救治军从掩体后走出来 一步步逼近众人藏匿的大楼 准备进去彻底搜查 西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突然灯光骤亮,无数子弹从大楼内部射出来 就在这时,瑞克带着在外围放上的摩根的人 感到从背后袭击 救治军遭到前后夹击,只得抱头处窜 虽然救治军死伤惨重 可惜西蒙还是开车逃跑了 从瑞克口中马基才知道 尼根并没有来到山顶站 尽管这次让西蒙吃了败仗 可并不能给救治军造成致命伤害 山顶站所剩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下一次战斗 次日,马基一边安排救治伤员处理死者善后 一边让人准备撤离 塔拉只是受了擦伤 不过达里尔依旧对德怀特打伤塔拉耿耿于怀 相反,塔拉却开始相信德怀特 如果他真的别有用心 当初在沼泽地时就会抓住亚历山大居民 去找尼根妖公 塔拉认为德怀特只是一开始跟错了人 就像当初他跟错总督一样 昨晚德怀特救了自己 塔拉认为他们之间两亲了 达里尔始终不能放下对德怀特的沉见 对于战斗中死去的救治军 马基让一名战俘负负责埋葬他们 算是对逝者的尊重 晚上重伤员在医务室里休息 其他人则在故道上打地铺 深夜重伤员中有人开始发高烧 原来是救治军箭头上的丧尸病毒发作了 重伤人员最先发作便隐成丧尸 咬死了准备交医生的看护人员 丧尸越来越多 而大楼中熟睡的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紧接着睡在楼道上的青伤员也开始转化 就在大楼里危机重重时 亨利拿着白天偷偷顺来的步枪 来到外面关押战斧的地方 他询问格雷是谁杀死了哥哥本杰明 结果格雷各种忽悠 想骗走亨利手上的枪 好在亨利人小鬼大并不傻 就在这时大楼里传来惨叫声 里面早已乱作一团 准备为丧尸的同伴们见人就咬 达料等人击杀丧尸 掩护大家离开大楼 西迪克则在瑞克的帮助下 尽量救治一些人 亨利开索进入铁丝网 提枪威胁杀人凶手站出来 否则杀光所有战俘 突然有一个受伤的战俘 变成丧尸后开始袭击众人 亨利受到惊吓 混乱中长矛抢走他的枪 带着战俘们逃之夭夭 格雷也混入其中溜之大吉 但还是有一个战俘 选择留在山顶寨 因为他看到了 马基与西蒙截然不同的待人方式 不愿再当救治君 清理完丧尸 大家这才发现 他们身前并没有被丧尸咬伤 只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剑伤 由此猜出是剑有问题 这让众人不免担心 起同样被剑擦伤的塔拉 昨夜山顶寨又失去不少人 糟糕的是亨利不见了 距离西蒙袭击山顶寨 以及过去一天半时间 塔拉伤势有了好转 并没有出现任何转化征兆 塔拉猜测 德华特用的是干净箭头 可达里尔还是不愿对德华特改观 在是否从山顶寨撤离这个问题上 大家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 救治君从救世堂突围时 用掉不少子弹 而且也没有地方补给 因此救治君同样没办法 发起第二次进攻 罗西塔拉则看法不同 他知道油精会造子弹 批量生产只是时间问题 母根猜测 亨利可能是追逃跑的战俘去了 于是和卡洛尔沿着公路行径 不久身后传来动静 回头一看 一只丧尸正朝他们走来 他身上插着的木棍正是亨利的 母根心头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 二话不说就把丧尸解决 卡洛尔建议到丧尸经过的路上找找 亨利很可能就在附近 悲观的母根猜测 亨利大概率已经被丧尸杀死 他不想去面对 不管卡洛尔如何劝说 母根都不愿意去找人了 而是要找到逃跑的战俘 帮亨利完成他的愿望 没办法 卡洛尔只好独自去找人 摩根则进入小树林中 救世军最近的少展就在那附近 逃跑的战俘很可能会再次出现 没走多远 摩根便遇到了瑞克 他也是来找战俘的 瑞克读过卡洛尔写给尼根的信 却迟迟没读写给自己的那一封 他知道卡洛尔要说什么 是他现在做不到的 和尼根之间的战争 必须在其中一人付出惨重代价后 才能结束 瑞克与摩根配合着靠近少展 不成想对方早有防备 两人被抓了个正着 双手被绑坐在地上 然而战俘中也有人感染了病毒 众人意见发生分歧 以长矛为首的人认为 这些伤员是累赘 想丢弃他们直接回救世堂 然后把瑞克交给尼根邀功 另一部分战俘目睹西蒙在山底寨见死不救 想和救世军一刀两断 瑞克健庄抛出橄榄枝 表示愿意带伤员回山底寨接受治疗 之后还会让他们留下 这让一部分战俘忍不住有些心动 就在这时 狮群突然涌入少战 愿意回山底寨的战俘们 割断了瑞克与摩根手上的绳子 还提供武器帮助他们杀丧尸 然而瑞克与摩根并不打算 放掉任何一个救世军 出手杀死了他们 长矛也死在丧尸手上 另一边 简蒂斯带尼根回到垃圾场 收拾行李似乎要离开 不过在此之前 该算的账还得算清楚 简蒂斯将尼根绑在一个滑轮车上 之后去推一只为尼根量身打造的丧尸 趁着这个空档 尼根打开简蒂斯放在一旁的行李箱 从里面找到手枪 照明弹和几张压箱底的黑白照片 看着尼根将照明弹对着照片 简蒂斯非常紧张 请求尼根不要毁画照片 因为那是他谨慎的美好回忆 听到简蒂斯的哀求 尼根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的妻子名叫露西尔 在变后是妻子 帮助他一直坚持下来 正因如此 他用妻子名字命名了棒球棍 照片对简蒂斯意义重大 棒球棍对尼根而言同样如此 所以尼根并没有真的要烧毁照片的意思 他告诉简蒂斯 自己本意是要招安他的人 没想到西蒙自作主张大开杀戒 对此尼根表达了歉意 但简蒂斯还是扑过去 要抢走照明弹 谁知照明弹竟掉进小水坑熄灭了 就在此头顶传来轰鸣声 只见一架直升机出现在垃圾厂上空 这一幕让尼根十分震惊 没想到现在还有这玩意儿 简蒂斯赶紧点燃另一枚照明弹 可惜已经来不及 只身轻没有发现他直接飞走了 生无可怜的简蒂斯准备烧毁路歇尔 尼根赶紧劝阻 表示仍愿意招安他 简蒂斯没有接受 最后他放了尼根 尼根询问刚才的飞机是怎么回事 简蒂斯不愿多说 任由尼根扛着路歇尔离开垃圾厂 途中尼根遇到一个熟人 便在他一起返回救世堂 蒙卫看到尼根归来激动万分 但尼根让他先别通知其他救世军 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卡洛尔一直找到天黑 他限制在小树林里 捡到一小块铠甲碎片 紧接着听到亨利的呼救声 原来为了躲避丧尸攻击 他躲在河边的一个树洞里 卡洛尔如释重负 救出亨利后和他一起返回山顶战 不久摩根与瑞克也回来了 看到亨利毫发未损出现在他面前 摩根非常欣慰 并且告诉亨利自己已经帮他报了仇 瑞克回到房间后 终于打开卡尔写给自己的信 看着信里的内容 瑞克对卡尔的思念更加浓烈 在卡尔看来 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希望瑞克能用行动告诉其他人 无需杀戮也能重获安全 希望父亲能与尼根停战 和平共处 一起找到前进的道路 格雷那晚从圣里寨逃离后 再次来到旧式堂逃奔西蒙 此时西蒙并不知道尼根已经归来 为了发动下一次战争 他让尤金带队加班加点造子弹 数量也比此前尼根制定的翻了一番 就连身体还未复原的神父 也被迫做好个人仿佛拼命工作 尤金刚离开车间 就被达里尔与罗西塔歇走 没了尤金 旧式军造子弹工程就得终止 返回山顶战途中 尤金率先打破沉默的氛围 表示二人活着自己 说明还念及旧情 确实如此 本来达里尔与罗西塔 打算杀死尤金一了百了 但毕竟是曾经的战友 不忍心痛下杀手 当初在亚历山大社区 自己承认会造子弹 是为了保护罗西塔 他已经做好被尼根 用露西尔爆头的准备 时之金被带回救世堂 还被重用了 他想过要反抗 但无法战胜 自己想要活下去的本性 罗西塔并不接受尤金这一套说辞 从他帮助救世军突围那一刻起 之后死掉的每一个人 都和他有关 尤金想把锅甩给瑞克 指责他没做好准备 就带大家对抗尼根 听到这里 罗西塔也马上暴走 恐吓尤金不杀他 等到了山顶寨 就把他关在暗无天日的小黑屋里 再也没有自由 这不禁让尤金心里直发毛 走着走着 前方出现一些丧尸 达利尔独自上前解决 罗西塔则看着尤金 谁知尤金为了脱身 竟想出一个损招 在骚气的操作下 吐了罗西塔一声 趁他分神拔腿就跑 达利尔是追踪高手 这一点尤金自然清楚 不过他大脑也确实灵活 附近有一堆粉之烧丧尸 留下的炉渣 尤金故意在前方留下脚印 然后返回到鲁渣这里 整个人藏了进去 伊尼德返回山顶寨后 亚伦独自坚守在海边社区外围 希望有机会和碧锤斯 以及凯西碰头 说服他们对抗救世军 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树林中没有食物和水源 亚伦只能风餐露宿 乌漏偏逢连夜雨 一场大雨让亚伦猝不及防 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 糟糕的是 还出现了一个小规模式群 亚伦找不到匕首 只能抄起木棍开展 消灭完丧尸已经筋疲了一镜 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海边社区的人将他围成一圈 亚伦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劝说众人反抗 他的坚持似乎起了作用 旧食堂这边 德华特来到丧尸栅栏前 耳边响起熟悉的口哨声 抬头一看竟是尼根 这让德华特惊讶不已 不过他很快就向尼根表了忠心 之后尼根在会议室中召开会议 西蒙做贼心虚看着似笑非笑的尼根 连忙承认自己屠杀山顶战犯了大错 然而对于垃圾帮的事情则闭口不谈 尼根也假装不知情 要求西蒙当众给自己跪下后 尼根表示原谅他 同时他改变主意决定采纳西蒙之前的提议 剿灭山顶战立威 尼根拿出一张地图 要在山顶战四周设下狙击点 每一个狙击点配备11人组成小队 但凡有人从里面出来便会被击杀 防止有漏网之鱼 伏击点24小时都有人轮班 就算山顶战里的人不出来 如此一来也能把他们困死 会议结束后 德怀特偷偷将地图带回房间 原样抄了一份打算送到山顶战 并在上面做了批注 务必要杀死尼根与剩下的救世军了结一切 刚换完地图便传来敲门声 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 敲门的是西蒙 眼看尼根归来 他不甘心刚到手的大权就此失去 于是拉拢其他管理层中对尼根不满的人 联合起来推翻尼根统治 市场后再次重掌大权 一番有事后 德怀特答应加入 西蒙满意离开 可他并不知道 德怀特心里正在做其他盘算 西蒙召集所有看不惯尼根的人 并告诉德怀特 可以把杀死尼根的机会给他 然而没等这拨人散场 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了 只见尼根突然现身 西蒙造反行动胎死腹中 最后除了格雷 德怀特和西蒙 其他对尼根有二星的人全被杀死 尼根告诉西蒙 自己早就知道 他擅自做主屠杀垃圾帮 本来已经给了他一次机会 没想到西蒙人不识趣 尼根之所以了如指掌 全是因为德怀特向他告了命 为树立威信 他并没有当场处死西蒙 而是在所有救世军面前决斗 西蒙没有选择余地 只能接受 尼根也不占便宜 没有使用露西尔 而是和西蒙比拳头 拳拳到肉 战况十分激烈 很快尼根占了上风 在众人面前活生生掐死西蒙 趁尼根无暇顾忌 德怀特让想逃跑的格雷 将地图带回山地寨 虽然格雷是来通风报信的 但马基还是把他关了起来 尼根对德怀特揭发西蒙一事赞赏有加 亲自送他回房间 结果一开门 德怀特彻底傻眼 原来和尼根一起回来的那个人 正是之前逃跑的女救世军 他早就把德怀特是内奸这件事 告诉尼根 于是尼根将即救济 利用德怀特把假计划送到山地寨 到时等待瑞克他们的 根本不是什么11人小队 而是大批拥有充足弹药的救世军 尤金灰头土脸回到工厂 得知尼根回来要灭掉山地寨 被达里尔与罗西塔折腾一回 尤金已经不想顾及救情 下令让工人们必须保质保量 完成子弹制造 山地寨与救世堂最后一战 即将拉开序幕 一切即将画上句号 到底哪一方能走到最后呢 敬请期待本季最后一期内容